为了增进台湾民众对印度文化的了解 同时纪念甘地名单 文化部文化资产局最近 就在台中文创园区举办爱汉和平交流展 主办单位特地复制了甘地的生活起居和被刺杀的现场 让民众游历甘地的一生 也更加了解这位爱汉和平的推手 来自台大的印度舞团 以传统舞蹈为这场印度圣雄甘地 与世纪一场交流展来揭开序幕 文化部次长印度台北协会会长 以及甘地博物馆馆长等人 共同地转动纺织机为民众开启 认识印度圣雄甘地 以及印度文化的接衬大门 主办单位表示 纪念甘地名单因此特别跟印度甘地博物馆合作 来策划追挡交流展 也把甘地竖起雷射纺织机 以及匹师奴之手空运来台 布置出甘地的生活起居 以及被刺杀的现场 让民众可以更加了解到甘地所提倡的爱与和平理念 那通过甘地博物馆的协助 我们除了一些甘地的生平 从他在印度成长 在英国求学 以及到南非 发现英国人去剥削了印度侨民在南非 后来所兴起的这个非暴力的反抗运动 一直到他提倡这些反殖民地的这些运动 推倒了大英帝国的这整个历史生平跟影响之外 我们也去引介了甘地互动式的这些展品 除了甘地展之外 这场交流展更包含有印度文化资产的展示跟说明 以及台湾文化遗产的展望等 让民众对印度文化都能够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跟了解 就离家台中采访不到